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4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一說台海的局勢 有一句說話 其實我覺得引用不當 不過意思和原理有少少相似 有一句說話 當然我不是說佩洛西 一句說話叫做賊過輕兵 平時 甚麼都不做 你要攻擊的人就走了 你才說要出兵 那一句說話就是 人家在賊的時候你甚麼都不做 然後走完的時候 現在我要出兵了 這句就不是想說佩洛西 佩洛西當然不是賊 我們專輯 佩洛西就是議長 這次佩洛西 做了很多事情 使得整個共匪的陣營 徹底氣詐 我們真的 坦白說 非常衷心 感謝佩洛西 因為佩洛西 為我們 香港又或者全世界 對於民主自由有爭取的人來說 為我們 帶來一個 打破的悶局 他把他那個 對中國大陸強硬的姿態 是徹底 在這個 訪問台灣的事情 上面 徹底反映了出來 無論 美國民主黨 在眾多其他問題上 到底是怎樣也好 這次 他對中方強硬 使得 中方 輸得 相當難看 只是這件事 他已經足夠 獲得我們萬千 以中國共產黨 以中共 作為敵人的我們 得到 我們 就是絕對的肯定 所以我們真的是 非常之感激佩洛西這次的行動 這次他的行動 就是 親身用他自己的訪問 擊潰了共匪 我們也相信我們絕大多數的聽眾 其實 未必會太喜歡佩洛西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就是特朗普 因為佩洛西 就差不多等於就是 特朗普在政治上面 尤其是美國的政治上面 就是如同死敵一樣 兩個政治人物 我們這次真的很認真去看 你會發現其實兩個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 對於那個 強權 對於那個威權 其實他們兩個 都是有一個絕不妥協的個性 正正就是因為 他們兩個對於 強權其實也不會那麼容易妥協 才使得 他們 在這個美國的政壇上面 就好像 一對縮敵一樣 一直以來特朗普 就是 被棄稱他的死對頭 佩洛西 原來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 就是泰山壓頂 不彎腰 所以 這次也真是很幸運地 重新一次 借著一個機會重新去認識佩洛西 所以我們真的認為也不是說這次支持佩洛西 支持特朗普 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認為這兩個人物 我覺得 就算是特朗普上台 或者佩洛西 民主黨他們繼續當政也好 他們本身對中共 也是相當之強硬 這個 真的用這次的行動 就證實了 特朗普我認為也是一樣的 他不會因為你佩洛西反中 我就支持中方 我就去親中 特朗普也不是這樣的人 實際上特朗普 對於中共那種 橫蠻無理強權 他也是絕對不會向中方屈服 所以呢 這兩個 雖然在政壇上好像是死敵一樣 但是這次 兩個 都是我們 香港人 爭取民主自由的盟友 這幾天就是我們認真去反思思考這件事 重新 就是要去 再一次去評估一下就是這些政治人物 這兩位坦白說 都獲得我們的相當之尊敬 這一節要說的就是佩洛西離開之後 佩洛西離開之後 中共繼續 恐嚇要軍演 駐備 在台灣 周邊的地方進行 就是一連串 全部是實彈軍演 佩洛西在這裏的時候 你不見就是實彈軍演 佩洛西 搭飛機離開了 我們 主持人也和大家做了直播 Tony和York就是做了 佩洛西離開的直播 就是 見證著 佩洛西議長就是安全離開 這個時候中國解放軍 由極度深潛 開始就變回店頭了 所以根本 這個威嚇本身 就是充滿著 笑話來的 根本就非常可笑 人家 賀槍實彈 帶齊了 航空母艦戰鬥群 還有空中的加油機和戰鬥機 的時候 我們完全看不到 解放軍的蹤影 美軍離開了 佩洛西離開的時候 他們就說 要由4日到8月7日 要在台灣的周邊地區 進行 軍演 最近他們封鎖的海面範圍 就是距離高雄 只有20公里 換句話說 他們徹底 利用軍事力量 侵犯 就是台灣的這個 沿岸地區 包括這個 就是經濟專屬區 根據 中華民國海軍軍校 教官認為 這次共軍的設計 就是要在 海南 發射飛彈 飛越高雄 高雄 開了緊急應變會議 要確保高雄市 能夠在 解放軍的實彈射擊之下 依然能夠正常運作 實際上 就是 台灣 其實真真正正要調動的 就是國軍 實際上 雖然我們認為解放軍這次也是 是一個靠客 但是 不可以調以輕心 因為按照 解放軍公佈的軍演範圍 實際上 你可以 說他等於 把台灣 的外面 重重包圍 包括 台灣的 北面 台灣的東面 還有 台灣的南面 就是最近高雄一帶的軍演 如果 這個 真的是一個軍演 當然就是 恐嚇的意味相當之濃 但是實際上如果有這樣的包圍網 由軍演演變成全面入侵 這個 也是有先例可審 這個先例 就是在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之前 進攻烏克蘭之前 正正就是要進行軍演 所以即使大家 恃笑解放軍 但是 恃笑 恃笑 我們 輕視敵人 實際上在戰術上面要重視敵人 換句話說我們輕滅他 令到他 心急 浮躁 士氣崩潰 但實際上當人家 真的在部署的時候 所以國軍做得很好的 國軍沒有因為 解放軍被恥少鬆懈 實際上從軍事角度來說 國軍需要很小心去部署 避免 解放軍的軍演 演變成為真真正正的全面入侵 這個解放軍 的軍演 用一個全面包圍 台灣東南西北 的方式就是進行 這個 挑釁和侵略的意味 可以說得上是相當折局 雖然我們大家都是 很努力一起去恥笑解放軍 其實我們真的確定 他不夠膽 接近 美軍護航 的 佩洛西的專機 但是不代表 他們 真的在任何時刻 都不敢發動進攻 尤其是他們真真正正 最害怕的 就是美軍 假如 真的在一個軍事上台灣有所鬆懈的話 我們都不能夠 100%排除這個 解放軍 動手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知道 大多數的人 我們都認為 你最好就動手 你不動手 就沒有機會打射擊 這件事是 但是 真的要小心 不可以掉以輕心 當然 認真分析完 解放軍 現在這個時候才來做這個動作 正正 就是告訴全世界 原來他 非常之懼怕就是美軍 原來美軍在保護台灣的周邊 保護佩洛西的時候 原來解放軍就是 徹底暗示 為什麼你要軍演的時候 不是 就是佩洛西在台灣的時候 進行軍演呢 這裡也要解釋給大家知道 如果按照中國大陸解放軍 聲稱的 軍演範圍 實際上這個軍演範圍 就是有機會進入 早兩天 佩洛西 的飛機 的航道裏面 美軍一早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進入 就是這架飛機 的航道 的130公里範圍裏面 那麼 美軍 會向他們 開火 所以 他們就不敢在這個時候 進行所謂的軍演 因為 他們 真的要面對美軍 戰機 還有這些 F-22、F-35 這些真真正正上得戰場 打仗的飛機 不是 解放軍那些什麼殲10、殲20 你有什麼可能 鬥得過別人的飛機 所以他們自己 就是全程閃開 事件再一次 告訴全世界 解放軍根本沒有膽量 就是挑戰這個美軍 根本是挑戰不了的 所以在 這個台灣問題上面 繼續在玩火 正正就是中國大陸 解放軍 本來 我們也在考慮會不會有解放軍軍演繹播 有的話我們可能也很有興趣去看看 根據最新的那個影片 我們也看回 3日 較早時間 的影片 就說這個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空軍 殲20 在晚上的時候 升空 也有很多分析說這次 中國大陸的實彈演習 超過了 就是1996年 這個就是台海飛彈的危機 這次封鎖範圍的確是非常之大 將台灣周圍附近 就是徹底好像 重重包圍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大陸公佈的封鎖範圍 是不是真的 全部都真的有那麼大量的實彈 軍演呢 到最後 他的軍演會不會有走數呢 大家知道 因為既然是封鎖區 空中和海面都遭受封鎖 沒有理由就是冒險走進去拍攝 現場的情況 所以 根據解放軍封鎖的地區 應該 台灣 國軍 盡量 避免發生任何不必要的衝突 所以 根本不知道 解放軍是不是真的在相關地區 就是徹底封鎖 接著來個實彈射擊 所以 封鎖範圍大了 是不是代表你 那個 挑釁的意味 真的 比起96年 的導彈危機 更加 有進一步呢 只不過你把封鎖範圍擴大 警察 就把 天橋封鎖 跟著跟你說要把封鎖範圍再擴大 其實就沒有大分別 原來封鎖範圍夠大 這就叫做 比1996年更加危險了 這就是藍絲五毛和藍梅 嘗試偷換概念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說到那麼危險 麻煩你 就是 真真正正 顯示給你 就是叫霸權的美國體 真的要嚇到美國才行 你只是嚇台灣 是沒有用的 是嗎 結果弄了一大輪 佩洛西離開之後才來包圍台灣 我們儘管看看這三天 是不是真的 就是公佈他軍演的畫面 是不是真的把相關的地方 實彈射擊 我們繼續會跟大家繼續跟進下去 繼續發掘他們應該被人恥笑的地方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